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今天小强打算来玩一下土豪的账号 相信大家对这个账号都是很熟悉吧 没错,这就是之前土豪妹子想要送小强的账号 只不过一段时间没看,这女的变成男的了 果然土豪就是任性,一天一个花样 今天小强也是打算带大家伙来感受一下 土豪是怎么撞金鸟的 有小伙伴就会问了 既然是土豪,那冲简不就完了吗? 不不不,你们想的太天真了 冲简只是小孩子玩的 身为土豪这样高大上的身份 怎么可能和平民想的一样不显呢? 土豪最讲究的是体验生活了 这不,小强也是打算在拍卖场买点材料 回去做两把点长炮卖黄金 这把点长炮就四五十万了 日赚百万简直就是轻轻松松的事啊 所以说有的人想目标是赚一个亿 还真就是那么一回事 哎呀,扯远了 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现在各职业撞金条的情况吧 先来说说小强最熟悉的步骤兵吧 我感觉这个职业不太好撞金条 每天也就卖点骨头 铁柱件啥的不贴家用了 如果是平民 那基本是玩不起来的 家具弓的话 个人感觉比较好 可以卖点蜂窝吧 这是稳装不赔的 毕竟它是制作特级框架的必需品 不怕没人买 三大采集职业就不用说了 一天卖物质的话 也可以装个两三万金条 你越勤奋赚的越多 这往前就是看自己有多努力 护甲弓和枪械弓 小强就不怎么了解了 貌似利润挺低的 基本装不了多少金条 当然啦 如果你们想问 转哪个职业比较好的话 小强建议你们转个家具弓 也是不错的 现在就这职业最吃香 特别容易撞黄金 小强也是回家 做了两把点长炮 但时间比较长 也是打算来远星辰打打架 还别说 现在在这兴趣 点刀泡就是无敌的存在 大炮轰整 基本没人能贴身干的过小强 嘿嘿 当土豪的感觉果然舒服呀 这人也是特别鸡贼 在盒里用推进器装来装气的 这就难受了 现在这号才八级庄严 根本没有推进器呀 算了 不跟他号了 小强看了一下时间 点刀泡也应该做出来了 那我们就去拍卖场赚点黄金吧 不过我在拍卖点刀泡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很郁梦的事 你们看 小强有一把点刀泡卖不了 这有点小无奈 这把枪的全部材料 基本都是自己买的 也就吹了一些骨头 顺手用了一下铜区的物资 没想到啊 这样就卖不出去了 真是亏大发了呀 现在也没办法了 只能留着自己用了 我们把另一把点茶泡卖了 就回家洗一睡吧 这不买卖真是亏到姥姥家了呀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先按这点哦 我是小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